林青贤的创作有很多是人物化 他认为人的表情及姿势 会透露出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及内在精神 除此之外 如何在单纯的人物化中表现丰富的色彩 也是他要呈现和探讨的 我对色彩的探索很感兴趣 所以哪怕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孩的脸庞 我都尽量去观察里面的肤质 或者说在每个五官的周边组织的 这个色彩 微妙的变化都能够尽可能去经营 在丰富中追求一种协调 林青贤近期作品《野柳的桂冠》 引用西方希腊神话经典文本《九神记》 将不同时空下的景物 识下台湾知名的艺术史学家与自身记忆重组 呈现岛屿的丰饶与多元 画中用层层的隐喻 表达他对未来环境与文化的想象 这样的一个场面 它要引设的就是说 我们的自然资源固然给我们很多的养分 丰富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努力去回馈 让我们的人文的成就 让这个土地跟我们相得益彰 我们在林青贤的作品里头看到他 这种具备历史的层次的文化观察 跟文化认同的省思 我想这个是林青贤的作品 不仅只是绘画画 他是个有思想 有文化繁星力的艺术家 林青贤老师他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用他非常写实绘画的方式 去表达非常有深刻意涵的一些观念 这次展览 精选林青贤各时期具代表性的人像 素描及静悟36件作品 民众可走进美学馆 欣赏笔下人物的生命与故事 感受艺术家精湛的绘画技巧 新浪在电视 叶玺红林立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